我现在在广州的黑人聚集地 也就是广州的非洲街 先说一下现在的时间 现在时间是2024年 10月23日晚上的7点21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去看看 广州的黑人所居住的城中村 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路上 很多一些外国人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不仅是黑人聚集地 但是很多一些外国人的聚集地 不过这里的黑人就特别多 看到没有 全处可以看到一些外国人 外国人在买衣服 这些外国人来公国的话 主要就是跟中国做贸易的 看前方就是在买一些鞋 准备批发回去非洲卖 看前方就是 一些和通鞋 和通鞋 大霸杂 新疆美食 好像挺有报道 里面的话有着很多一些外国人在吃 看又是外国人 看又是外国人 我感觉这里的话 是比较有一些异国风情的 在广州别的街道啊 都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我现在走在里面 我都感觉我去到了外国 那个黑人所居住的黑中村 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店的招牌啊 都是标准双鱼的 看到没 因为他们的话大部分啊 都是跟外国人 跟黑人做生意的 做贸易的 都在挑选这些和通鞋 可能他们的话只是拿这个样品啊 拿这些样品 回去试下水 如果可以的话 就拿这里 大量的批发回去非洲卖 所以说这些人的话还是挺厉害的 挺有能力的 一般能够出国的人 都是有能力的人 那这些黑人 为什么爱聚集在这里呢 主要也是有原因的吧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啊 有一小部分黑人聚集在这里吧 主要也是因为这里 比较靠近这个白云区啊 因为白云区那边的话 有着很多一些服装 以及各种的产业链啊 都是比较完善的 他们的话拿货比较方便 不加上这里 比较靠近这个广州站啊 主要九只他们就聚集在这里了 从而老仙带老仙 慢慢就越来越多的黑人 就聚集在了这里 前方就是黑人所居住的城中村 那从外表看的话 跟广州别的村没有任何的差别 就会有点的 疯狂就是北京的村里 要是北京的村上 带上去的村里 但是他们在这边 还是北京的村里 在北京的村里 不可能 在北京的村里 这老板会说英文的 如果不会说英文的话 都扣通不了 这里的快仓 李鸿莲做12块 要新银的 这里的房租 单间四五百 四五百的房子的话 应该是最差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房子都是握手楼 看到没有 我觉得四五百的话 可能是一点点 甚都没有的 等下好一点的房间 起码要租个一千块的吧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服装店所卖的衣服 都是偏向外国人的 因为我们国人的话 不太喜欢这种衣服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很多店所卖的东西 都是偏向外国人的口味的 不过经过我逛了这么久 我发现这个城中村的话 跟广州别的村 没有太多的差别 唯一的差别 就是这里很多一些外国人 我原本以为这里住了这么多外国人 那这里的消费跟房租应该相对比较贵才对的 不知道并没有 这个快餐的话该多少就是多少 不会偶外的贵吧 说明这里的老板还是比较厚道的 这里还可以吃到龙肩猪脚饭 我看了一下 这个猪脚饭的话就15块 现在出来了这个村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一些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吧 前方就是山茂城了 那个山茂城的话应该都是跟外国人做贸易的 还有这里的招牌都是标准英文的 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 想体验一下 想留学一下 可以来这里逛逛走走看看 你看到这里很多城外国人看到没 有些黑人的话还会说这个通话呀 就我想要是他们的能力是多么的厉害了 因为能出国的都是能力比较有钱的人 一般人的话都是出不了国的 就好像我们一样 就别说有没有能力吧 即使没有能力 那个挡链的话也是挺厉害的 好了 有应该是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挂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